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个 辖积分的一个观念 辖积分 辖的意思就代表 它有瑕疵 它是不是我们很正常的状况 所以它的原文叫做 improper integral 不是很正式 不是很适当的 那么什么情况呢 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我们的定积分 这个函数由a g到b 我们都有要求 这个ab的话都是有限的数字 可是有种情况的话呢 它不见得说是 如果a跟b的话 有可能是负无限大 或无限大的情况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称这种定积分 叫做辖积分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也必须要知道的是 这个积分的值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曲线下所围出来的面积 这个面积我们答案的话呢 不一定是收敛的 也有可能是发散 如果我们是收敛 我们就称这个积分converge 如果说它是发散 就会变成无限大 我们就diverge 那么我们后面会介绍一些例子 给各位同学看 来我们来看看第一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 这个上面是无限大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的话呢 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做 我们是把它写成 0到b 先做成的是一个有限的 先将它当作是有限的来做 然后让这个b趋近无限大 这是这样的做法 来我们来看看第二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的话呢 更复杂了 它是从负无限大积到无限大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的处理方式的话 是将它 把它由负无限大积到0 然后呢 再加上0积到无限大 我们要求它分段 那么分段 我们必须要有几个 很重要的条件 如果说这个要收敛 那么这个一定也要收敛 这个也一定要收敛 这个分成了两段 这是必要的 任何的一个区域都要收敛 那么我们来讨论第三种状况 像这种状况的话呢 它也是辖积分 那各位同学说 这里没有无限大 为什么是辖积分呢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 这里的积分的区域 由负的积到正的 那各位同学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在负1到2之间 就是在0的那个位置 它会出现了无限大的情况 那它也是辖积分 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 它的图形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坐标轴 这是X轴 这是Y轴 那这个图形是怎么样呢 它大概的画法是 在0负的时候 它会趋近无限大 它在0正 就是在0的右极限 它也会趋近无限大 那么我们要从负1 积到2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分成了两段 两段来积分 任何的一段都必须要收敛 如果任何一段变成无限大 那么这个积分都是发散的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辖积分的第二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就是 我们的积分范围里面 夹杂着一个无限大的点 就是所谓不连续点 这个是特定的说 它是无限大的 像这种情况 当0夹在中间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处置呢 我们大概的话 画个图形 给各位同学解释一下 来我们看看图形 现在的话的坐标就在这边 x平方分之一 它的图形 无论是左跟右 它都会非常的靠近无限大 在0的左极限 以及0的右极限这边 我们的话呢 发现它的话 都会出现了一个 无限大的情况 那么我们要怎么处置呢 我们要避开那个0的点 所以怎么做 我们这边的话呢 把它分开成两个 两个区域 two part 怎么做呢 第一个 我们先做的是 负2到0 这边地方的话呢 是0的左极限 x平方分之一 x平方分之一 bx 加上 0的右极限 到多少呢 到1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计算 这两个积分 这两个积分 一定要同时都要收敛 如果说 只要有一个是发散 这个积分 就是发散 我们先做这个右边这个 其实这两个应该是 同时会收敛或发散的 因为这个函数 左右它是对称的 那么我们来把这个叫做1 这叫做2好了 我们来看看 这个的积分是怎么做的 在0这个地方 我们来做做看 来第二个部分 我们试试看 由0积到1 x平方分之一 dx 直接积分咯 直接积分 负的x分之一 范围0到1 来 各位同学看咯 0到1 这边 1带进去 负1 减掉这个0带进去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知道 0带进去 0分之一 这个地方其实是0正了 无论如何 这边是加上 同学要知道 0分之一 就指的是无限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积分的值 会无限大 也就是说 这边 这是1 这块面积 它是无限大的 也就是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不用算了 这个是 diverge 我们这个积分的值 是发散的 也就是 他们没有办法算出一个 固定的数字 这个所围出来的面积是 无限大 那么 辖积分的话的计算 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尤其是中间夹杂着 有无限大值的这个数字的话 我们一定要记得把它分开来计算 来介绍一个辖积分的状况 第一种状况 假设它的积分的范围 由1到无限大的情况 那这个函数 那么我们要怎么计算 那我们首先 我们大概的画出的这个图形 给各位同学看 来我们把坐标轴画出来 现在的话 它这个图形 不论是在正的或负的 它是一个对称的 那问题是 这边的积分的区域 由1开始 所以我们不需要画左边 我们画右边 好 这是一个双曲线 它的积分范围是由1到无限大 也就是这一块面积 一直延伸一直延伸 延伸到无限大 那么我们怎么计算呢 我们先假设 我们先算到b好了 先算到b 然后再让b趋近无限大 看看它是不是收敛 我们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把它写成limit b趋近无限大 然后积分 1到b x平方分之1 dx 我们的话 正统的做法 就是这样做了 再继续写下去 这边是limit b趋近无限大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积分 x平方分之1就是x的负2次方 所以我们积分的时候会变成了负x的负1次方 就是负的x分之1 然后我们的范围是由1积到b 我们再把b带进去 减掉1带进去 好我们看看 b带进去是多少呢 负的b分之1 再减掉1带进去 那就是加1了 当b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会往哪里走 会往0走 所以我们这个积分 积分值是多少呢 1 也就是说 它是converge 收敛的 我们确认的是 这块面积 就算是它到了无限大 但是它的面积是有限的